香港男性吳彥祖近年與老婆女兒常居美國 他昨天在IG曬出30幾本雜誌封面 用英文寫下 在整理父母房子時找到他們保存多年的東西 是一堆我拍過的雜誌封面 那時候我的髮型很多變 吳彥祖也在微博用中文發了一樣的文 只不過最後一句變成 這個時候我的頭髮看起來也很多的 原本英文的髮型多變 中文卻翻成頭髮看起來很多 也讓大批網友笑翻 推測應該是翻譯出包 紛紛留言 如有眼見網友發現 吳彥祖在微博上的貼文 中文語句都十分生硬 且不太通順 猜測他應該是用翻譯軟體 把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緣故